查詢部分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在這個 SQL Stream 裡面我們主要可以用會有哪一個欄位 如果是文字的話記得用 LIKE 如果你要用什麼呢 關鍵字查詢的話你可以用前後加百分比 這樣的話等於是以後如果你下一個關鍵字 他就可以幫我們把我們要的那個關鍵字 裡面的資料全部都幫我撈出來了 這個部分有點像是在Excel裡面的篩選 篩選裡面有個包含有沒有 其實就類似那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其實兩邊其實還蠻通的 那我覺得Excel真的就把一些功能 真的是把它弄得很簡單 也就是說在Excel裡面你真的可以 不需要會SQL語法 你也可以存活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Excel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感覺那麼受歡迎 真的就是把那種可能對一般用者來說 很困難的就是寫程式這一段 通通幫你跳過 也就是你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但是問題是以前那個年代是可以 但是未來的年代好像已經慢慢又不復使用了 所以變成說我們必須要還是要面對現實 所以你會發現慢慢的Excel還是可以達到某一部分人可以應用 但那部分人的工作效率相對起來還是薄弱 如果單單只用Excel 那可能再升級 也許升級到VPA 也許你再加VPA上去 如果你還要再更加強的話 那可能就用Python 那Python哪些地方會比VPA還更強大 我是覺得在爬蟲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到也是其一 後面的話還有爬什麼 爬網路上的資料 網頁上的資料 那網頁上的資料又更困難 怎麼說 因為像現在我們是CSV CSV是反斜線R、反斜線N 斷行 然後逗點做分隔對不對 可是以後的網頁部分的話 當然就沒有這麼單純 為什麼呢?你會發現 如果以後你要爬網頁的東西的話 那通常一個網頁裡面包含什麼東西呢? 如果假設我隨便點一個 像這個網頁 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它其實背後 這裡面都是JavaScript 它背後等於都寫成是完成的 或者是說我用這個 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這個網頁 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那你會發現 它一定是一個HTML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們下一個階段爬蟲 第一個 如果剛好兩週時間 如果你們這個網頁的基礎 或者你以前沒有寫過網頁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了解一下 什麼叫HTML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HTML的話 你當然相對你就不知道該爬哪些東西 因為 將來要爬的就是HTML裡面的標籤 那所謂的標籤一定是小於開頭 大於結束 有沒有 像這個 哪邊有標籤 像這個script也有一個標籤 head也是一個標籤 head就頭 有沒有 那title也是一個標籤 有沒有 它的 就一定是長這樣 那也就是說將來呢 我們要找的就是這個標籤裡面的東西 我要把它取出來 OK 那可是問題喔 你要先至少要看得懂這個HTML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 其實是的話就css 如果你對這東西毫無所知的話 你要再進一步爬這裡面的東西 恐怕就是會有問題 因為爬從基本上呢 還是在這些網頁的基礎上 往上去爬取資料 所以也許可以趁這兩週 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的話 H 細節部分 我建議你可以 開那個雲端上面 雲端白板的第幾單元呢 0604這個 那0604部分的話 就會用到另外 除了用什麼 用剛剛我們用的那個request之外 會用到一個叫beautiful shape 4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VBA裡面沒有 這個東西太好用了 為什麼 因為只要配合那個剛剛講的HTML的標籤 它就可以幫你把你要的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標籤的裡面的資料 通通幫你爬取回來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哇 那你要自己寫 非常非常麻煩 OK 所以beautiful shape 之後也要裝了 那底下呢 我會教各位就是什麼 安裝方法 其實跟剛剛一樣 另外呢 如果說呢 你沒有什麼 擷取網頁資料 其實就爬蟲 那你至少要有一些什麼呢 HTML 網頁加上CSS 就是我們網頁的那個樣式表檔的這個概念 那如果沒有啦 我這邊有提供給各位兩個 我覺得網路呢 算是電子書寫的還不錯的 也許回去可以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HTML 基礎 HTML 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 就這個啦 自己看一下好了 然後它的標籤元素組成 自己把這些大家記一下 這個tag 它的標籤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內容在這裡 那一整個的話呢 就是 就是element 就是它的元素 OK 所以大概知道一下 其他的細節部分的話 就是 這應該自己看應該是OK的 這個回去 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旁邊的話 這邊還有更多 這只是它其中一個 HTML介紹 另外看完之後的話 可以再看什麼 就是 CSS 什麼叫 CSS OK 它稍微了解一下 HTML 你剛開始不是那麼懂 不過至少啦 有個概念 總比完全都 不了解 應該會 應該還是比較強 好 所以這第一個 在這邊我提供給各位兩個 而且它有更多 我現在 大概這兩個就夠了 先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底下還有一個叫什麼 W3 scores 的中文教程 它有英文的 有中文的 我覺得中文應該 對各位應該 如果你看 英文能力比較好 你可以看它有英文版 英文版的話 它是什麼 它的網址我記得是 W3 score 加S 然後 com 沒有.cn Enter一下 就這一個 這個是 英文版 OK 剛剛這個的話呢 就是 W3 score 沒有S 是 .com .cn OK 有沒有 我也不確定說 它們到底有沒有授權關係 還是說它就直接給人家刪載 我就不確定 因為我看到滿多新聞就傻眼 像有一些什麼new balance 有沒有 那個案例啊 然後結果 就是 不是在那邊 然後 後來被它告侵權嗎 結果最後它沒有 沒有贏就算了 還要賠當地的公司錢 這個 這個把它扯遠 反正就是 主要 我不確定 但其實兩邊 弄的東西是差不多 包含什麼呢 HTML 有沒有 這裡面有講 就剛剛類似的 它有開始學習 有沒有 甚至它還有測驗 測驗裡面還有20題 有沒有 所以你如果想全部看完之後 就開始測驗吧 這HTML是指什麼 OK 就這個 下一題 然後 是誰制定的 就這個 OK 它一定不會是微軟 這個微軟還得了 然後 這什麼 哪個標題最大 就這個 標題1 OK 如果你這些都不知道 請你先看守 不然的話 以後要查東西 還是一個大問題 不然以後可以拿來考試 寫個考試系統 考這些東西 蠻好玩的 好啦 不過這當然只是說 跟各位講 如果你未來 要具備有一個 所謂的爬蟲的專長的話 請記得喔 你要先把一些 基本的概念要先知道 為什麼要先知道 因為那個網頁的結構 就是都是這些東西 如果你不知道這些東西 那我說真的 你會遇到很多的問號 老師你為什麼要抓這個 我完全搞不懂你為什麼 會要抓這個東西 原因在這裡 OK 所以喔 趁未來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再把它稍微補一下 如果你希望未來 你可以把那個爬蟲 這個變成你的一個專長的話 不妨喔 可以花一點時間 因為現在很缺這樣的人才嘛 對 為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 很多人每天都在 手動在 怎麼 不是用寫程式喔 手動在爬網路資料 複製C、C、C、V C、C、C、V 我遇過很多人耶 每天的工作 就做這些事情耶 我想說 那我 如果那些人 我通通把它全部寫個程式 那你們一整天 就沒有什麼事了 對不對 如果我是公司的 Leader的話 那我就乾脆 全部這些人都可以把它 Release到別的地方去 就好了 對不對 甚至呢 像他們每個人都有這方面專業的話 哇那這家公司不得了 像你看 競爭 因為彼此之間都在競爭嘛 如果這家公司 所有人喔 的程式能力底子都非常好 哇我看喔 同業裡面應該慢慢 就會有差異出現了 而且像現在金融業喔 Fintech 3.0 哇現在我發現 要學這方面的人實在太多了 而且這東西以前沒有的喔 所以我發現喔 他們以前資深的員工也不見得有學啊 但突然之間被要求 所以他們也變成壓力很大 怎麼可能突然之間會 那你不來學怎麼會 你們每個都天才了 OK喔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回去再試試看喔 記得喔 06 04的部分 那我底下喔 會用 Beautiful Ship這個東西 這個套件喔 教各位一些爬蟲的基礎 其實我已經盡可能的 把很難的東西喔 盡量盡量的把它剔除掉一些難的 盡量讓你看懂 OK 如果你大家了解這些原理原則之後喔 你只要看得到原理原則 你就可以大家步驟知道 就可以把你需要爬的東西快速爬下來 OK 快速產生爆表 快速產生你要的視覺化結果 對不對 OK 那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蠻蠻好用的喔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下兩三週會再講 那剛剛講到的部分特別注意喔 我們剛剛有用到幾個比較重要的 那其他日期的查詢 你也可以就是再配合什麼 配合那個between 比如說日期你也可以用like之外 你也可以用等於哪一天 或者你可以什麼 用那個哪一個日期 end哪一個日期 有沒有 order by 地震或地震 其他部分請各位自己再練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剛剛主要是用一個格式叫CSV 那如果說呢 其他還有像Jason 還有像XML 我要如何抓取 那我用的是行政院的環保署網站 其實這個網站 主要是監測什麼PM2.5的相關資料 也就很多側站嘛 那很多側站的話 其實它有很多的物聯網 OK 很多的裝置 它隨時監測那個地方的空氣品質 然後直接傳送到SERVER端 然後把它集結起來 就是這些相關數值 OK 那哪一些地方的數值 它提供給我們總共會有三種主要的格式 那因為這個我們剛剛有練習過了 所以我這個也許就跳過 我們主要是練習這個跟這個 那我要怎麼去抓取 然後呢把它變成我要的結果 首先第一個請各位先看一下Jason 這個Jason呢 點開來之後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就是像這樣的格式 那這樣的格式 你會發現 主要各位可以看一下 不過如果你這樣看 不是那麼舒服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它Ctrl A全全 Ctrl C複製 可以把它拿到哪裡呢 拿到記事本加加裡面 像我的時候習慣是放在記事本加加 那貼上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它沒有折行 所以你可以檢視裡面 可以選擇所謂的自動換行 然後再來的話 它沒有換顏色 你可以把語言改成這個叫什麼 Jason 它有J開頭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有一個Jason 有沒有發現 它就可以幫我快速的格式化 那你會發現這邊 裡面主要是什麼 一個中瓜糊 最下面一樣是中瓜糊 有沒有發現 頭尾中瓜糊 那表示這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一個所謂的串列 那串列裡面的話放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頭在這裡 大瓜糊尾巴在這裡 大瓜糊是什麼 字典 那所謂的字典 就是Key Value Key Value的架構 特別注意 它其實有點像 這個所謂的大瓜糊 有點像是兩個串列 那這個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 一個串列 是所謂的Key Key的話你會發現 就前面的欄位名稱 有沒有這個 中間加一個冒號 後面的話就是加一個Value 就是把Value它的齒發這裡 那你會發現 這個Jason 格式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你會發現Key 這個Key 有沒有發現 這邊這邊一個對不對 下一個呢 也會重複 有沒有 再下一個又重複了 也就是說 它的Key你可以把它當成欄位名稱 後面的話就是我們要裡面的資料 但是它的欄位名稱不斷重複 那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把Jason格式抓回來 一樣 我們也許跟他練一下 先把它寫到資料庫 再把它查出來 那怎麼做呢 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試一下 那我剛剛主要是講到有關那個0604 有關那個網頁的部分 也許回去時間可以再稍微了解 另外的話第二個就是 參考那個行政院環保署的網站 看一下有關Jason的這個檔案格式 那想想看 欸有什麼辦法 可以把它直接抓下來 並且塞到資料庫 或者是另外一個 因為Jason格式 你會發現呢 其實目前感覺用的還不是那麼圖片 所以很多人拿到Jason格式 就覺得很麻煩 會想要怎麼樣 欸可不可以乾脆幫我轉成CSV算 Jason如何轉CSV 欸這個有這個需求 請各位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這個轉換的過程 那邊試做看看